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联储在15号决议维持目前的利率不变 17位高官的预测就显示 未来美联储的加息步伐会更为缓慢 今年则最多只会加息一到两次 不过主席耶伦就并未排除7月加息的可能性 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5号决议 维持联邦利率目标区间在0.25%至0.5%不变 耶伦在会后表示 4月会以来经济活动增长有所回升 但就业市场改善不乏出现放缓 通胀率则持续低于2%的目标水平 好坏参半的经济数据 让委员会决定保持谨慎 美联储当天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 17位高官再下调经济和利率增长预期 今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中值 则下降至0.875% 显示今年美联储最多渴望加息两次 但预期仅加息一次的高官 从三个月前的一位增加至六位 不过耶伦并未排除7月加息的可能性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 美国经济前景放缓将让美联储的加息步伐更为缓慢 本次的十位投票委员也都对不加息投下了赞成票 耶伦也指出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 是本次会议的考量因素之一 防卫视力卓军陈一仙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 枪击案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日常 美国媒体周三就报道 过去40多年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规模枪击案都发生在美国 弗吉尼亚州一家电视台的报道 援引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从1966年到2012年 全球三分之一的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在美国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2013年对大规模枪击案的定义 死亡数字超过4人以上的枪击事件 为大规模枪击案 研究人员对全球发生的 292起大规模枪案进行分析后发现 其中90起发生在美国 美国占全世界人口的5% 但大规模枪击案发生率 却占全球的31% 1949年以来 美国发生的30起死亡数字最多的枪击案 有16起发生在最近10年 七成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在学校或公司附近 事实上 美国人持有的枪支数量超过任何国家 《华盛顿邮报》去年的一份报道显示 2013年 美国人个人拥有枪支数量 大约为3.57亿支 比美国总人口多出近4000万 火王卫视郭晶晶 徐涛 洛杉矶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当地时间周二晚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区发生枪击事件 一名16岁的女孩丧命另有三人受伤 目前三人情况稳定 报道称 受害者年龄均介于10岁到20岁出头 事发时 他们正在参加两个街区之外的一个集会 纪念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 萨利纳斯逆亡的某个人 目前尚不清楚枪击事件是否和纪念集会有关 美国旧金山记事报援引一名目击者的话称 大约下午5点41分时 他正走在一个街区以外的第14大道 突然听到快速连续的枪声 随后看到人们非常混乱的奔跑 寻找藏身之处 6月14号晚9点20分左右 一名美国两岁男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度假区附近的七海泄湖 被鳄鱼拖入水中 奥兰多县警长Demings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该男孩的尸体在他被袭击的10到15码中的脏水中找到 他表示男孩的尸体非常完整 尸检报告也已经确认男孩死于溺水 他指出水池边上已有静止游泳的标志 在袭击事件发生时 只有男孩自己在水中 另外佛州渔业与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执行总裁Nick Wiley表示 袭击男孩的短嘴饿可能已经被找到 但消息还没有得到确认 事发后迪士尼已经关闭了度假村所有的沙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他表示去年11月 他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意义在于双方领导人自1949年以来首次直接沟通 他又回顾了过去八年领导人任内 坚持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和解 促成了两岸的各项交流往来 认为两岸关系的大幅改善不仅汇集两岸海峡 更能为亚太地区带来和平繁荣 马英九寄予台湾新领导人蔡英文 要有智慧与勇气 维持过去八年他为台湾辛苦达到出来的和平繁荣现状 在台湾花莲的空军加山基地 14号上午突然无预警停电7分钟 电力公司调查发现 山旁的供电设施躺了一只台湾蜜猴胶尸 初步判断这只蜜猴为了密食而越过防护网 跳进高压电系统遭电机致死 才会导致供电不稳 台湾军方紧急启用备用发电系统 战备训练及洞库等军事设施 才不至于受到影响 但军事专家认为 军事单位电力如此薄弱 若有人蓄意破坏 后果不堪设想 台湾军方担心意外再次发生 接下来除了要加高防护网 还会加强巡逻 以免侯群再次闯入军事基地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欢迎回来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首次情况 美股星期三早日开盘 呈现一个上涨高改之后 全天都是变得不大 投资人密切注视着联邦储别局 美东时间下午两点钟 公布的利率政策决定 以及随后联储局主席 一伦女士对新闻媒体 发表的新闻发布会 虽然政策决定同市场一起相符 这次是维持利率不变 但是在新闻发布会当中 在回答问题时 伊伦女士也确实强调了 目前劳工市场增长呈现 减缓 同时英国公投的事情 确实对美国经济 今后可能会造成了一个不定因素 他也强调尽管是 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率 在今年之内 比原来预期可能增幅会加快 但是整体的经济增长也略微会加快 但是经济增长的总额 在今年和明年分别都向下调降 而美元会价是应声下跌 而黄金价格一度是上升冲破了 1300美元一盎司的高位 随后又呈现一个小幅的回落 值得关注的是债券市场的价格呈现上升 众多的资金从股票市场撤出 进入了展示群球避风港 主要是担忧美国的经济 现在还是持续弱势 而接下来是投资人将会 进一步高度关注一系列的 美国的经济数据 同时要接下来继续猜测 联邦准备局在今年之内 是会提醒一次还是提醒两次 而且在什么时候提醒 所以这诸多的不定因素 接下来对美股走势 将还会造成相当大的破浮震荡 以上是新参情况 冯红一时旁者纽约报道 接下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美国华裔民选官协会 在阿罕布拉市举行新一届的领导团队 宣示就职典礼 孙国泰会长获得连任 孙国泰表示 美国华裔民选官员学会 旨在搭建平台 提供会员之间与各地社团 主流的沟通交流机会 进行选民登记 通讯投票等选民教育活动 举办民选官候选人证件座谈会等 孙国泰还表示 再次连任后将本着协会宗旨 朝向这些目标前进 主要目的是为华裔民选官员 提供交流平台 大家常聚在一起 建立人脉网络和增加彼此的力量 团结一起并拉近华裔民选官员 与主流社会和社区的联系 美国华裔民选协会成立于1997年 会员由当初的6人增加到现在的70人左右 由正在或曾经服务于美国联邦 州 郡和城市的议会 政府的表现优异的华裔民选官员 所组成 凤红卫视前立涛洛杉矶报道 AIG美国国际集团日前在圣盖博士 举办了人才招聘专题讲座 希望继续招聘到优秀的 中英双语保险理财专员 为快速成长的华裔市场 提供更专业优质的服务 AIG美国国际集团 亚洲市场副总裁刘毅表示 AIG在受险年金产业中 具市场领先地位 过去几年 他们积极招聘优秀又有经验的 华语保险理财专员 同时协助有志从事理财服务的新人 发展终身事业 总公司对美国的华裔市场的重视和发展 我们投入了大批的资源和资金 希望招聘到很多 我们的计划 是在今年招到数百名的 优秀的理财代表 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为日渐壮大的 我们的华裔人群 在美国的人群 不断的增长的需要 提出更好 更多 更全方位的服务 塔莎迪娜分行总经理冯盛明表示 自从三年前 她加入公司以来 她观察到AIG 对许多保险理财专员来说 是事业最佳的起点 公司将提供资源 及训练给理财专员 他们分行目前已增加到50位成员 据悉 AIG 美国国际集团成立于1919年 集团的业务遍及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包括财产 意外险 人寿保险 退休规划 房屋保险 以及其他的理财服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016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 浦东新区人才政策宣讲会 日前在洛杉矶举行 该宣讲会 以上海自贸实验区的改革创新成果为依托 确定自贸区进一步建设发展的相关要求 面向海外华人与留学生 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 以招聘11名聘用职公务员 中国对人才是非常渴望的 那么同时呢 就是说中国政府 拿出一定的一些奖励政策 来鼓励高端人才回归 那么这说明呢 就是我们表明这种姿态 就是对人才的尊重 对科技的尊重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 对海外的留学人员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本次招聘评价分为履历分析 能力评估和专家面谈 首次签订聘任合同期一般为两至三年 聘任薪酬待遇与市场接轨 并具有相对自由的推出机制 聘用制公务员的出现 让政府可以借助社会力量 开通一条吸引人才的新途径 结合猎头公司资源 行业推荐 政府公务员已经悄然迎来 更多的参与到市场化机制的新局面 实习记者 陀颖 英明 洛杉矶报道 坐落于洛杉矶韩国城的 WeSPA养身休闲会馆 近日开放了媒体日 让公众有机会了解 这所大型休闲会馆的特色服务 在WeSPA大堂 接待人员会递给每位嘉宾一条毛巾 一件T-shirt和一把更衣室柜子的钥匙 简单换装后 就可以进入到里边的休闲保健区 这里的地板是有温度的 人穿拖鞋走在上面 立刻能感受到来自地面的温暖 不少顾客躺在垫子上 或小睡或攀谈 都市生活的压力 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舒缓 不得不提的是 这家休闲馆 荣登了2010 Best of LA 我们的服务有皮肤保养 按摩 理发 美甲等等的 WeSPA有很多桑拿房 比如说不高码房 它的温度为231度 旁边为一个盐房 有一千多年的矿物打造而成 包含了钙 铭 铁 锡等等的成分 对人体保养有一定的功效 而粘土房是从韩国进口 可以帮助改善人体免疫系统 另外还有浴房 整个房间都是由浴打造出来的 而休闲馆内自带有一个餐馆 顾客无需出门就可以享受各式美食 在楼顶是另一个休闲区 这里非常适合晒日光浴放松 而且还能浏览洛杉矶韩国城的美景 在WeSPA我们7月4号国庆节有一个特别promotion 就是小孩子3岁到12岁有免费进场 WeSPA全年24小时开放 适合全家老小平日里休闲放松养身 以及在一起共享美食 凤凰卫视 英明 洛杉矶报道 一起来看明天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些新闻 想进去登陆iPhoneOS.com 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今后您到来 联合赞助播出